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5号至21号对巴布亚新几内亚 门来菲律宾三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 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7号至18号出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摩尔兹比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进入肉搏战 各阵营候选人在选前这个黄金周末都有哪些大动作 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毅的低调作风 蔡英文却形成满档高调复选 如何看待蔡英文的盲与吴敦毅的嫌 时事评论员赖月谦王伟汉有独家观察 台铁浦游马列车出轨翻覆事故发生即将满月 事故调查小组16号晚间对外宣布初步研判结果 承认事故涉及人为机械等综合性因素 同日因不满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执意将赖清德针对普悠马列车事故的专项报告 拖延至选后进行 国民党民在目站台立法机构一场主席台 杯葛议事 随后转站台交通部门抗议 普悠马列车事故后续处理 对选情会带来哪些影响 时事评论员赖月谦 黄北汉由深入分析 海峡新干线 两个人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应邀出席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墨尔斯比港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 并发表题为同舟共济 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强调要为世界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 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思路 同舟共济 共同驾驶世界经济的大船 驶向更加美好的彼岸 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将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 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 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峰会在停泊于莫尔斯比港的 太平洋探索者号邮轮上举行 习近平步入会场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强调 在当今世界经济风起云涌 风险挑战凸显的形势下 我们同在一条船上 一起谋划发展合作 具有特别的意义 合作还是对抗 开放还是封闭 互利共赢 还是零和博弈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关乎各国利益 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习近平指出 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和发展 顺应了开放融合的历史潮流 顺应了亚太地区谋求发展的强烈愿望 顺应了各国人民 携手应对挑战的共同需要 如今的亚太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 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 也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习近平强调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 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 但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蓄势待发 但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 国际格局深刻演变 但发展失衡 没有根本改观 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 但治理滞后仍是突出挑战 习近平就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正确方向 探索国际社会有效治理思路 提出以下主张 第一 坚持开放导向 拓展发展空间 要坚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 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引导经济全球化 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发展 在开放中扩大共同利益 在合作中实现机遇共享 第二 坚持发展导向 增进人民福祉 要把人民福祉放在首位 致力于加强发展合作 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 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 这才是最大的公平 要把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纳入本国发展战略 积极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发达国家应该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 增加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特殊与差别待遇 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 这一原则不能否定 第三 坚持包容导向 促进交融互建 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 及交流互建 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 要少一点傲慢和偏见 多一些尊重和包容 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 努力做到求同存异 取长补短 谋求和谐共处 合作共赢 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 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 第四 坚持创新导向 开辟增长源泉 要探寻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路径 消除一切不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 充分激发创新潜能和市场活力 深化国际创新交流合作 引领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朝着正确方向发展 共同探讨建立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政策制度体系 营造国际合作环境 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集所想所用 第五 坚持规则导向 完善全球治理 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变革过程应该体现平等 开放 透明 包容精神 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 习近平指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的双手 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历程 习近平强调 四十年来 中国人民勇于探索 真抓实干 把中国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今天 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习近平指出 中国人民敞开胸怀 拥抱世界 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最大的旅游市场 130多个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人民聚焦发展 造福人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中国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显著提高 中国人民立即达人 共谋发展 始终不予走和平发展道路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 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保持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较高贡献率 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回首40年改革开放历程 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认识到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面向未来 中国将以更负责的精神 更开放包容的胸襟 更高质量地增长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为世界各国共同繁荣 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 中国将继续大幅放宽市场准入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主动扩大进口 中国对内外经济平等对待 欢迎和鼓励各类企业公平竞争 也将充分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一周前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在上海成功举行 中国用行动证明了 支持贸易自由化 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决心 相信中国近14亿人口的大市场 必将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支援 活力支援 习近平强调 共建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平台 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 是中国同世界共享机遇 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习近平宣布 中国将于明年4月份 在北京举办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的高峰论坛 欢迎亚太工商界朋友们 积极的参与 习近平强调 工商界是引领亚太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希望企业家们继续推动各国 采取积极务实政策 广泛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共同发展繁荣 闯出新的天地 刚才我登船的时候 望着广袤不边的大海 我就想到了通舟共济这个词 所以我们就是通舟共济 让我们握稳舵盘 拔整航向 齐力滑奖 乘风扑浪 共同驾驶着世界经济 这条大船 航向一个更加美好的彼岸 谢谢大家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在北京演播室的实际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2018年APAC会议主题是 把握包容性机遇 拥抱数字化未来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次APAC会议的一些新看点 这一次的APAC会议召开的时间节点 是受到了各国的关注 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 各国都在思考下一步 如何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的发展 以及避免全球性的危机再次出现 而当前的世界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中 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逆流 而对于亚太的国家来说 如何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以及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是大家面临的非常重要的共同的任务 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下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确实是包容性的发展 每个国家发展的状况 以及发展的路径 都有各自的特色 而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如何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 不要以人为贺 是很多国家都在思考的问题 尤其当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中 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的背景下 包括某些大国 在进行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的背景下 这些国家如何来思考 未来如何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实现互利共赢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而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 是如何开拓经济发展中的 创新活力 而数字经济 新经济的发展 可能是很多国家 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此次的APIC的会议 一方面希望能够解决 经济发展中的 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 而另外一方面 希望各国通过对话合作 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15号起 习近平主席对巴布亚 新几内亚等进行国事访问 并于16号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建交 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及政府代表举行会晤 一致同意将中国 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苏老师 在您看来 与中国合作 为什么在南泰 这么受欢迎呢 应该说呢 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近些年呢 发展的进程是非常快的 而且态势呢 非常的良好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首先体现出的是 中国理念 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 习主席呢 在此次南泰行的过程中 释放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息 就是中国呢 仍然坚持正确的毅力观 坚持真实倾城的原则 来与地区国家来进行合作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和巴新等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近年来 已经取得良好的成果 以中国和巴新的发展为例 其实呢 中国和巴新的关系呢 可以说是中国和太平洋岛国 之间关系的一个样板间 是一个典范 在双方关系的发展的过程中呢 不断经贸合作 不断地提升 而且呢 对于巴新来说 他们明显地看到呢 中国的发展是机遇 就在今年呢 巴布亚新几内亚 与中国达成了很多的 合作的倡议 包括巴新呢 加入亚投行 以及巴新与中国签署了 关于一带一路合作的备忘录 而双方之间的合作的背景呢 是巴新认为 一定要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就像巴新总理呢 在国内表示的那样 他认为呢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与中国做生意 在做买卖 而如果巴新呢 只是坐在这的话 就会错失良机 这样的一种表态呢 反映出 这些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合作 是出于对于中国发展成绩的认可 也是希望能够未来有更多的机会 来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 而习主席呢 此次南太行 再次传递出的信息呢 是中国希望和区域国家 能够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 这也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的要义 在中国看来呢 每个国家的发展有自己的特色 中国呢 并不会强制性的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 或者要求其他国家来符合中国的标准 而更多的希望呢 各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和这种多样性 而在这样的基础上呢 共同发展是大家的共同的目标 而且希望呢 通过共同的发展 来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 带动世界经济的整体的发展 澳大利亚舆论一直在负面臆测 中国与南太国家开展合作的战略用心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 帮助了这样的炒作 所谓中国要控制南太 中国要在这里建海军基地 这样的耸动话题不断的出现 那么您对中国与南太国家的合作 有怎样的观察 我们观察到呢 双方在合作的进程中 确实有一些杂音 有一些干扰 尤其是来自澳大利亚 美国等国家 对于中国的对外合作 总是戴着有色眼睛来看 在他们看来呢 中国要的不是合作 而是势力范围 而试图呢 以他们的方式来理解 中国的对外合作 这样的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 在近些年的国际舆论中 是屡屡的出现 而且也对中国的对外合作 制造了一些麻烦 但是慢慢会看到呢 很多国家会在与中国的 务实合作的进程中 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意图 以及中国的政策的走向 而中国的对外合作呢 将以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以及切实的行动证明 中国并不再打造势力范围 而希望各方都加入合作的进程 实际上呢 中国和南太的合作 也并不排除澳大利亚 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加入 中国始终强调呢 第三方合作 是我们希望推动的目标 而一带一路合作呢 共商共建共享 一直是基本的原则 所以未来呢 会看到这样的抹黑的声音 这样的污蔑的声音 可能会逐渐的减小 而中国呢 在与澳大利亚和美国的 交往的过程中 也会逐渐让对方了解到 中国政策的一些真实的含义 避免他们产生误判 未来呢 中国和南太的合作 会产生更加积极的势头 好的 谢谢苏小辉女士的分析和解读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 进入肉搏战 各阵营的候选人 在选前这个黄金周末 都有哪些大动作 值得关注的是 相比中国国民党 党主席吴敦毅的低调作风 蔡英文却形成满档 高调复选 如何看待蔡英文的盲 与吴敦毅的闲 知评论员赖月谦 黄伟汉会有独家观察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谢清凌 欢迎您继续收看 选好钻 六桂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桂符珠宝 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 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想了解更多 更丰富的量资讯 你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的 官方微信号 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新闻 岛内九合一选举 今天正式进入 一周倒计时 今明两天 也被称作是黄金周末 各大阵营强势出击 在今明两天 举行各种大型造势活动 努力迈向胜选的 最后一里路 而随着选举的倒数 每一次和选民面对面 都是关键的冲刺 在台北市 三位市长候选人 都罕见的选择 在17号白天 进行拜票活动 市长我想拜票 因为我爸其实是医生 其实也买不了房子 现在台北市的房价高 你爸把医生都买不起房子了 所以拜票市长 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吗 在环南市场拜票时 提出意见的摊伤就不少 其中不少长辈 对取消重阳敬老金政策 耿耿于怀 谁要跟他解释一下 这个赞给我们 交给我们 一路扫街拜票五个多小时 柯文哲强调 陆战打得辛苦 却也不忘感叹 两位对手空战能力惊人 我发现怎么奇怪 怎么那么多广告 到处看来看去都是他们 我跟你讲 我自己也在选举 那个要花多少钱 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 姚文志 将18号游行活动的 最后一场记者会 选在台北市政府附近 较劲意味浓厚 我们本来就是基层提名 要跟广大的市民朋友 站在一起 那分进合集 所有的力量 我们希望都团结起来 而随着细摇宝科传闻 再度浮上台面 却也让姚文志 再度陷入窘境 选丁首宗就是选马英九 选丁首宗就是选不排斥统一 依照同样的逻辑 选姚文志就是选蔡英文 岛内舆论质疑 现如今如扶贫一般 孤立无援的姚文志 意图利用所谓统独话题 拉抬台北市长选举的战火 就在昨天 他更向蔡英文喊话表达不满 秘书长有提到说 如果给党给的资源 台北市不是属一也是属二 这个一跟二之间 大概五个字可以形容 叫做一等差高求 党中央的就是看在各不一样的选区里面 需要做什么样的协助 那就会提供这样的协助 由于17 18号是选前的最后一个周末 兼任民进党主席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前往新竹县 彰化县和台中市 拉抬中台湾候选人选情 不过岛内媒体也关注到 高雄的陈其迈并没有邀请他参加活动 台媒对此评论称 陈其迈被视为英系民代 如今造势却要与蔡英文做切割 显示民进党试图要淡化执政不佳的印象 挽救高雄选情 17号 民进党及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 上午在骑津区扫接拜票 下午则参加一场标榜式 民间自发组织的气球游行活动 当被问及蔡英文不南下参加造势活动 是不是怕影响选情 陈其迈则回应称 听谁说的 哪一个新闻说的 哪一个新闻 那是有这样的情况 对 我问你哪一个新闻 除了参加17号下午的气球游行 陈其迈还将于18号晚间 挺进岗山举办造势晚会 而国民党方面 有别于前三场由王金平筹办 韩国瑜阵营将自己举办的 第一场大型造势晚会 选择在了凤山 虽然活动在晚上7点半才登场 但一大早就有韩国瑜的支持者 担心抢不到位置 先到会场卡位 报纸 安全帽 饮料 水果 甚至还有支持者 干脆摊开裤子 一次占三个位置 你今天要在这边待多久 待在晚上 体力OK吗 可以的 韩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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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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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翻转高雄 把高雄玩给大家 当晚的造势晚会再度掀起热潮 除有众多艺人表演外 韩国瑜也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证件 并透过专家背书 拨画高雄发展 拉台胜选气势 最后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 把时间交给你 哈喽 秦玲 我们首先感谢 约华不就钢队 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 用约华 我们要来讨论 选前的最后周末 这样一个选前黄金周 蔡英文整体的行程 目前看起来是满当 那在今天的时候 她是去了新竹县 云林县 嘉义市和彰化县 那么在明天的时候 要接着飞什么呢 澎湖县 还有再到台中市 我们再来看另一方面 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吴敦义跟蔡英文的 这种行程满满 有点不太一样 吴敦义是保持一贯的 所谓低调姿态 只有在明天的时候安排 白天是在台北市 为相关的候选人进行助讲 那么在晚上的时候 会到中南部地区 去参加这样一个 云嘉南的大会师的 一个造势晚会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赖宇谦 赖教授 如何看待这两位党主席 就是蔡英文的忙 和吴敦义的闲 请教您 整个大环境 对于民进党的 县市首长候选人 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 大环境不利 那就代表民进党这个执政 是非常的失败 这个两年多不到三年的 这个执政 如此的失败拖垮了 这个整个民进党的 县市首长的候选人 包括县议员甚至乡镇长 都已经影响到 这么的深的情形下 为什么蔡英文 还是这样到处跑跑照 到处去帮他们助选 而那一些民进党的 县市首长候选人 还是都不得不接受 蔡英文来呢 其实我们从这边可以解读出 对于绿允来说 他们觉得最后的 救命的那根稻草 就是掀起这个蓝绿的对抗 就是再度地掀起蓝绿的恶斗 因为之前他们努力地想要 掀起统独的对抗 所以他们本身一直不断地把这个选举的层次拉到最高 我们一直强调是九合一是地方首长的选举 但是他把它拉到统独 一直不断地做了一堆的动作 台湾的民众是非常讨厌民进党 但是还没有到喜欢国民党 如果他能够打回蓝绿对抗的话 那就都回到基本盘了 那以基本盘来讲 左水系以蓝还是绿大于蓝 所以国民党籍的所有的候选人 你会发现他们打的策略就是凸显个人 不凸显党 甚至包括韩国瑜的这个三三造势大会 这个明明白白的是王金平出力出钱 而且还出魔化 但是当王金平一讲话的时候 下面就叫他下来 不要讲我们要听韩国瑜讲话 所以一方面蔡英文拼命地操作 希望能够挑起最终国民党的那些大佬 那么倾巢而出 然后搞成蓝绿对抗 但是看起来现在不是吴敦毅不愿意 也不是国民党的大佬不愿意 而是这些县市首长的候选人 以及他们的竞选总部 还有他们的支持群众不愿意 所以吴敦毅变成闲闲没事做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台湾的地方的这些基层 他们不愿意国民党的大佬 再介入这次的地方的闲局 好 我们谢谢教授我们带来的观点 那么教授刚刚有提到说 可能在国民党方面 对于党主席吴敦毅是否会到基层 来进行一些辅选的话 有一种态度就是叫做不愿意 刚刚提到说关于蔡英文 蔡英文好像行程很满 但是其实在一些关键地方的话 对于蔡英文也出现类似于 这种不愿意的声音 就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一直在提的高雄市 那么高雄的话 陈其脉方面是在明天的时候 也就是周天的时候 会有一场在钢山的造势大活动 造势晚会 那么原定是需要党主席蔡英文 去做最后的加持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这样解释 说蔡英文之前 已经去过高雄很多次了 所以这一次倾向不再邀请她 是这样一个说法 接下来我们要和黄伟瀚 黄先生一起来探讨 就是对于这样子的说法 要如何看待 对于蔡英文没有被邀请过去 做这样一个重要的造势站台 又应该如何看待呢 这场高雄的超级星期天 明显是所谓绿营天王四缺一 他把过去就20年高雄执政的两任市长 前8年现场停 后12年成局全部站上台 再加上一个赖清德 然后小英也一起来 四大天王来帮她加持 但是我刚刚讲四缺一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看过了最近 虽然刚刚贺乃也跟大家讲 蔡英文啪啪噪 全台22县市到处去浮悬 可是从绅士上来看 她去得越多的地方绅士越惨 当然你也可以倒可来讲说 因为绅士很惨 所以她要去很多 那你既然去了那么多次 为什么那么特定的几个县市 包含她现在还要去 刚刚也特别点到了 宜兰 彰化 嘉义市 为什么一直提振不起来呢 她去嘉义的那一场 大家如果看网路上的 这个视频跟影片就知道 前面只有大概20%的座位有座人 后面80%全空 还得拿这个 这个所谓的举这个 后指牌把整个 后面空荡荡的画面挡住 也就是说已经产成这样了 算了 先挡起来 不要让小英看到吧 免得她等一下读稿机都念不下去 后面居然就空了 所以蔡英文她的人气的衰退是事实 可她身为党主席 她又不得不去服选 可是你服选的结果呢 可能是让我们跑票 所以高雄市的的确确 千真万确 民进党死都不想输的地方 所以既然蔡英文来可能是减分 透过某种技巧 也劝你干脆别来了吧 你来了我们到时候赢不了怎么办呢 当蔡英文没有来的情况之下呢 可以看出民进党高雄市选情的 一个显峻度 而另外可以来的这三位呢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因为一个陈菊 一个谢长廷 一个赖清德 这三位都是过去拿到非常高选票的 台南市长跟高雄市长 而他们三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 他们三位都是落跑市长 他们三位都没有把任期当完 那么说完高雄市 我们再来看台北市 同样作为指标性城市 但是今年在台北市这样一个 最后的选前黄金州当中 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应该是在台北市所谓的这样一个市长选举当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参选的主要候选人 现任市长柯文哲 还有国民党丁守中 以及民进党杨文志 三位都选择在白天进行造势活动 没有晚上的这种大场的造势晚会 那当然白天的整个活动氛围会差上一些 但是三个人都做了这样的选择 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出 这一次台北市长选举的一些不同寻常之处呢 请教教授 非常的不同寻常 冷到不行 台北的选举冷到不行 不管是市长的选举 或是议员的选举 很多的活动就是几辆寻传车 然后在那边跑 然后几个候选人站在特定的位置上 在那边举手 但是问题就是群众没有反应 群众没有热情 群众没有感觉 为什么 白天绝大部分的人是理性的 到夜晚的时候感性会多于理性 所以在过去台北长期以来的 肇事活动都选择在晚上 因为那是感性最发达的地方 而且通常把感性激发到最高的时候 群众就迟迟不肯散去 所以虽然进选活动结束了 但是群众不肯散去的情形下的时候 媒体就可以捕捉到很多的画面 这个对他个人来讲很有效果 可是如果这三位候选人选择在晚上办造势 而第一个动员的人不来 第二个热情不到 第三个活动还没结束 大家就散了 哇 那这个就减分了 不会加分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已经无可预估 晚上办造势活动 如果办到一半 大家都走光了 怎么办 所以他们只好选择白天 所以他们选择白天的时候 那就没有擅长的时间点了 因为选择晚上 我们会有擅长的时间点 例如说九点或是十点 那么是在于公告的时间内 不能够再办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宣布活动结束 可是群众不肯散去 这样的话就是群众的热情在 但是如果办到一半 群众走光了怎么办 这个简直是难看到几点 所以我们很明显地看到 他们白天办的时候 那么赶快这些主角 讲完话就可以闪人了 然后群众就自动就闪光了 或者是他们一看 群众开始闪了 他们后面的人就不要再讲了 赶快就赶快就结束了 这样的情况 不会露出他们的底 因此他们只能够白天办 不能晚上办 原因在哪里 台北市的选举这一次 冷收收 冷到不行 因为这三位候选人 完全已经没有群众的魅力 也不符合台北市民的期待 所以台北市民也只能够 在三个没办法选的情况下 就随便勾一个 那么今天开始的话 是选前黄金周末 选前黄金周末再到下周六的时候 就正式的进行投票 中间的这一段时间 最后的这么所谓一周的时间来讲的话 我们接下来和黄河汉黄先生 一起来探讨的是 各位的主要候选人 接下来不管是之前讲的空战陆战 还是说肉搏战等等等等 在剩下这么几天当中 他们能够去把握住的 以及能够去进行激发的动作的 都会有哪些呢 请教您 那以真实来讲 台湾现在的规定是 选前十天不能公布民调 没有民调就没有的参考 台湾的选民大致分为几个部分 就是各自有基本交易派 深蓝跟深绿都有死忠的支持者 他们不会因为大环境或者是候选人而有改变 但是呢会有潜蓝跟潜绿 这种都会有移的 但还有第三类我刚刚所讲的 也就是民调已经没有了 他要参考什么呢 有一种叫西瓜派 他会去看谁的声势好 原本对于两边没有特定 但是像寒流 刚刚赖老师所讲的 除了认同韩国瑜之外 还有一种是觉得跟风 就是寒流这个很潮啊 所以我很喜欢我就跟着走了 那这种声势呢 在最后的十天 因为没有民调可以参考 还是不是那么旺 所以以往会做什么 大型的造势晚会 或者是呢会有车队扫街 也就是持续的 你必须要跟你的选民做接触 让他看到 让他听到 让他感觉到 所以如果是面对面握个手 那当然很好 如果没有 至少他电商看到你 那以往是这样 但是呢2018的这一次的九和一大选 台湾出现了一个 过去比较没有的一个状况 就是网路直播 因为以前的话呢 虽然已经有网路的新闻 而且网路新闻是更新越来越快 可是今年已经到达了 所有的影片视频跟直播 无处不在的一个情况了 韩国宇常常在半夜11点12点 忙了一整天以后 深夜食堂开直播 完全不用成本 一块钱都不用花 网路费还是吃到饱的 就开始跟网民接触了 一下子蹦个5万 6万的人在看 我用直播 我用网路上的一些发言 接触到我的选民 所以维持热度变成不是问题 那最后这个星期 民调已经封关 大家就比气势 还有几场的造势大会 其实坦白说 维汉的看法也很简单 今天是星期六 超级星期六 韩国瑜有造势大会在凤山 明天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超级星期天 在钢山是陈其迈的大会 而接下来19号 会有一场两个人的 最后一场的辨事辩论 这三关过了以后 大势底定 到底谁能够拿下高雄市长 就看这三个了 我们谢谢黄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刚刚有提到 对于岛内民众 在最后一周的时候 互相之间影响的因素有很多 那么其实现在对于蓝绿两党来说的话 也是看中了这一点 那么原定的 关于台铁普庸马列车出轨 翻覆事故的相关报告 是要定在下周来进行 由赖清德进到立法机构 进行报告 但是民进党方面 似乎有一些其他的考量 强制的抵触这个相关的动议 不希望由赖清德在下周的时候 进入立法机构 去做相关的专项报告 可能会影响之后的选举方面的因素 相关的情况 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一起具体了解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台铁普庸马列车出轨翻覆事故 将满一个月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应该按照先前的约定 在下周二的时候 到台立法机构进行专项的报告 但是绿营方面的明代却认为 选前进行该项议程不太妥当 意图将其推到选后的 11月27号再进行 蓝绿对此毫无共识 那么结果 在昨天的时候 台立法机构的会议上 国民党及明代是现场抗议 甚至爬上了主席台杯葛议事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报道 一个登部 蓝营明代林维州 试图要冲上台立法机构的主席台 但怎么爬也爬不上去 爬不上去也没关系 蓝营明代仍格空巢台上的 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呛声 一个月的时间 18条人命 台铁普悠马列车 10月21号下午40许 发生出轨意外 造成18人死亡 229名旅客受伤 事故发生后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一度杯葛议事 后经蓝绿协商后同意停止杯葛 条件是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金德 在事故发生后一个月内 赴台立法机构就事故进行专项报告 不料一个月将届满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却主张将专项报告议程 推迟到九合一选举过后的11月27号再进行 引爆蓝营怒火 民进党选举到了 怕整个专案报告影响民进党的选情 不敢让赖金德来做专案报告 这个时机点要求赖院长来做这个专案报告的话 我觉得时机点不对 这种事情不可以当成选举的工具 11月23号五二一次会 所以我们会排在11月27号 我们是希望大家可以冷静下来 如果排在选前一天的话 大概大家没有办法冷静来讨论普悠玛相关的议题 双方争执不下毫无共识 苏嘉全随即宣布休会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趁机占领主席台 除了在台立法机构内杯葛议事 蓝营明带还转战台交通部门 要主管吴洪谋给个交代 任长务者部长下来 当天上午10点 台交通部门召开记者会 交通部门主管吴洪谋在会上声称 事故发生20多天来 台湾铁路管理局虚心检讨 以针对普悠玛列车自动防护系统ATP 远程监视系统 主风泵以及提升整体行车安全水平等方面 提出六大措施加以改善 事故发生后 台铁对普悠玛列车展开全面体检 并暂时采用双驾驶模式 至于什么时候恢复单人作业 就要看列车自动防护系统何时能够改善 截至目前 台铁普悠玛18个列车编组 已完成自动防护系统的线路接通 但在30号之前仍要完成远程监视等系统的相关测试 台交通部门表示 将争取在明年4月底前完成系统全面优化 明年4月优化之前 现在是指派专人 习助叛徒 16号晚间 台行政机构1021铁路事故行政调查小组召集人 吴泽诚表示 经过初步判断 事故原因涉及人为机械等综合因素 另外 相关部门也查验出 普悠玛列车的主风泵 还有中空丝膜除湿器都存在有异常状况 主风泵有9台 我们给它更新了 那中空丝膜的部 中空丝膜除湿器有8台 有异常 我们给它更换 针对普悠玛列车出轨翻覆事故 国民党及明代提出的目的非常明确 因为当时就是说好 这个一个月以内 给出相关的说法 要求赖清德应该来到立法机构 做专项的报告 那当然台行政机构的态度是这样子的 他的回应是说 去尊重立法机构的安排 只要立法机构安排什么时间 赖清德一定按时前往 我们要和赖瑞千赖教授一起来探讨一下 行政机构这样的回答 是不是纯粹的我们就字面来思考就可以 还是说 其中包含了其他层面的考虑 赖清德到底会不会在下周 去立法机构呢 当你赖清德在立法部门 开始对于普悠玛列车号的这个事故 开始做报告的时候 那一定会有很多的专家 也在观察 在分析 说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 是人为因素 还是机械因素 还是铁道 因为目前来讲也不能够排除铁道之间的铁轨 有没有扭曲变化 或者是铁轨上有没有义务 有没有被堆放一些义务 这些都不能排除 那这个是台铁跟交通部要负很重大的责任 因为那就表示你平常在做列车安全的检查 维护这个部分里面有非常大的疏漏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是机械产生的问题了 也就是它的列车里面第七号列车的机械 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自动刹车系统 是不是干扰到它的加速器 本身的机械原理产生问题的话 这个日本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 当然如果说是人为的一个疏失 也就是这个驾驶员 它是认为我看到的表显示出来是82公里每小时 可是实际上已经跑到120到140公里 这样的一个速度 这么大落差的速度里面 基本上来讲那就代表 那个仪器的显示板 是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造成这个列车长 这个驾驶员他本身的判断产生的误差 那这个问题也是日本的问题了 那这样的会凸显出整个交通系统 以及台铁的管理系统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在媒体上又可以被吵了很多天 整个焦点又吸引到这个地方来 又凸显出你执政者的无能 跟交通系统的无能 那么更凸显出你赖清德在整个系统 还没有调查完整之前 你却恢复通车还比一个OK 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政治行为 这个问题很大 当然会影响到九会一的选举 会更凸显出你蔡英文所领导的 这个执政团队本身的无能 跟本身的对人民的草率 这个当然会影响大 所以对民进党的立法院的党团来说 他们当然不希望这个问题 是在这个礼拜 就是下礼拜二挑起来 他们希望选后再挑起来 所以很明显的 在下礼拜的攻防战里面 是属于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 跟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 彼此之间的相互冲突 矛盾对抗 但是行政部门却做必上观 因为行政部门的态度就是 我都OK 我都OK 你们自己去决定 立法部门决定了我就去 但是问题就是 立法部门现在是民进党居大多数 他不同意的话 你国民党也只能以 瘫痪意识的方法来凸显 这个事情的方便 好 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点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感谢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 至少赖清德现在 以行政机构这样一个态度 等立法机构的具体消息来说的话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 那状况出现在 国民党认为 应该是在22号左右 22号之前进行相关的报道 但是民党方面 非常明确地提出来说 应该在选后再来进行 本质上面来讲的话 可能就是抑制 所谓的九合一的选举 不可以受到相关的影响 在这样子互相的作用之下 围绕着所谓的一个普庸马事件 对于九合一的选举 各有可能造成怎样的一些 外溢的影响 我们常说一把刀是两面刃 你可以伤人也可能伤己 对这件事情 我的看法非常简单 国民党应该要点到为止 把事情的真结点跟主要的精神 向社会报告之后即可 那么后续它所要承担的 这个所谓的反作用力 应该叫为民进党去处理 简单这样讲 因为普悠马号的事件 我们节目也谈论过很多次 它是攸关台湾民众安全的问题 到底这个列车为何会发生 这么严重的那么有死伤的意外 你要告诉台湾人民 因为现在每天都还有非常多的人 在搭这个车 所以这个车到底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发生 一个月是怕说时间不够 给你一个这样的期限去做调查 最后来做报告 如果七天就调查完成 而且已经确认无误的话 七天就应该公布了 因为这个事情是越早越好了 所以你去增结 去纠结在一个月已经到了 所以你应该来报告 然后他讲说 其实又要选举了 我们等选举后再来讲 民进党当然是害怕 刚才两次也已经点破了这个点 害怕说这个事情会引起 民众对民进党的反感增加 但是明明是有可能 对民进党反感度增加的事情 国民党如果无限期的再去杯葛 然后变成转移焦点 现在是黄金周 下个礼拜六就要进行投票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在各地的候选人 能不能够 那么得到民众过半的支持 当选22县市的县市长 是这个重要 还是继续的杯葛来凸显 我刚刚所讲的那一件普悠马 明明调查完成了 却不来报告重要 孰亲孰众还必须选择清楚 我常说台湾民众已经 在蓝绿之间的轮替跟竞争 这么多年以后 慢慢已经厌烦了 那种无限轮回式的彼此杯葛 那么就事论事还要理直契合 这件事情留给台湾民众 去攻断就可以 国民党必须要学会这个就是 你必须要理直契合 不要公亲常常变成势主 到最后反而被反咬一口 那个在延宕立法机构 让所有意识无法施展的罪人 变成国民党要去扛 那就得不偿失了 好 我们谢谢黄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 交还给福州远博士 请领 好的 谢谢台北远博士 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近日有消息称 11月底美国将在南海进行军演 而台防务部门负责人称 他们对南海形势都有掌握 美军可以停靠太平岛 但要符合台湾利益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间点 台当局计划在太平岛进行射击训练 据台湾媒体16号报道 台海巡部门将在21号 九合一选举前几天 于太平岛进行为期三天的实弹射击 此前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 数度呼吁要台海巡部门取消射击 以免擦枪走火 对选举造成严重冲击 但台海巡部门主管李仲威说 若有差错 他会负责 射击的把镖会拎在我们禁案 然后就对这个把镖射击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战术的想定 也没有任何战术的行动 如果有任何的差错 什么人负责 我负责 蔡英文上任后 岛内就传蔡英文当局 要出租太平岛给美军的说法 此前台湾多家民调显示 约七成民众认为 蔡英文应亲自登上太平岛宣誓 但蔡英文本人始终对于登太平岛一事 无动于衷 台湾海集会前副董事长高孔莲 接受采访时表示 蔡英文去趟太平岛有何困难 当初陈水扁都去了 蔡英文到现在也不去 到底是答应了美国什么 2016年 马英九前往南沙太平岛 访试未劳驻岛人员 并在杯前发表谈话 马英九强调 太平岛是岛屿不是礁石 完全符合海洋法公约岛屿定义 当时马英九还邀请了 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 当选人蔡英文同行 民进党方面也证实获得了马办邀约 但蔡英文没有此行程安排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曾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 两岸中国人都有责任维护中华民族祖产 中国政府一向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之海 友谊之海 合作之海 将继续为维护南海航行自由 和平稳定 繁荣发展 做出积极努力 选好赚六贵福 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来没有由六贵福珠宝居民播出 本来没有好事特约赞助播出 好事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想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个资讯 你给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搜索关注海峡新感性栏目的官方微信号 东南卫视台 资讯台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22点播出的海峡新感线 想要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3w.fjtv.net 或者手机下载海波TV客户端 今天的海峡新感线节目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